日本女團NNB48前人氣成員山本彩宣布 她6月份將要來台灣舉辦演唱會 不過台灣的粉絲如果想要優先搶到票的話 竟然是必須要先加入中國官方的粉絲俱樂部會員 那麼當中會員註冊的條款裡頭有一大串 還出現禁止破壞國家統一 損害民族統一等等的規範 引發台灣粉絲的不滿 日本前女團成員山本彩改當solo歌手後 近期展開亞洲巡演 開了中國粉絲俱樂部 還辦了微博帳號和粉絲打招呼 微博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香粉彩 除了在中國開唱6月也要來台灣 但台灣粉絲若想要優先搶票 居然必須加入中國粉絲俱樂部成為會員 讓台灣粉絲很傻眼 有名的比如說有阿手比或者是Visa之類的 他們都不會有這種奇怪的規定 翻開中國粉絲俱樂部官網 會員註冊分為簡體與繁體兩個版本 註冊條款洋洋灑灑超多款 針對台港澳地區的粉絲還記載規定 禁止破壞國家統一 洩漏國家機密 顛覆國家政權等規範 此外註冊頁面更列出 粉絲禁止散佈民族歧視 損害民族統一的行為引發台灣粉絲反彈 居然有前提說是 算是統戰的表述的那種文字 你要統一了才可以參加 我就是覺得蠻誇張的 要聽演唱會搶票 還得先遵守反分裂法 台灣粉絲很不滿 分到山本彩的官方社群下留言洗版抗議 對此售票網站也緊急將原文刪除 表示不知道規範上有這麼多特別的條例 目前正在研討解決方式 後續會再公布 但似乎難以平息 粉絲怒火 其實正在研討解決方式 好